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iPhone 15系列昨晚已经正式开启预定 不少人都参与了抢购 虽然开抢之前很多人都在吐槽 但是真正抢购的时候 大家身体都非常诚实 把苹果官网都挤崩了 目前最抢手的iPhone 15 Pro Max 约一分钟内卖光 到货时间已经排到了11月 可见热度之高 知名电商京东商城 预约订购数量已逼近300万 那边在吆喝着卖新品 另一边却摊上事了 法国也在这天对iPhone 12发布了禁售令 法国国家频率管理局12日发布公告称 检测结果显示 苹果iPhone 12手机的电磁波辐射值 超出欧盟标准 以要求苹果公司自当日起 从法国市场暂时下架这款手机 规定 每公斤脑组织吸收的电磁辐射量 不能超过一定标准 这个辐射量也包括电磁波的热效应 SAR值越大 表示对人体影响越大 据悉 认证实验室检测到iPhone 12的SAR值 人体对电磁辐射能量的吸收水平 为每千克5.74瓦 而安全标准为每千克4瓦 法国国家频谱管理署指出 对于已经售出的手机 苹果公司应尽快采取纠正措施 使其符合要求 否则就不得不将它们召回 苹果觉得不服 称iPhone 12已获得多个国际机构的认证 符合辐射标准 该手机品牌的网站数据显示 iPhone 12放在耳边时的SAR指标为 0.98W每千克 放在口袋中时为0.99W每千克 远低于法国测得的数字 而在法国开了先河之后 邻国们也都被惊动 第二天 德国和比利时的监管机构就表示 将审查与iPhone 12相关的潜在健康风险 9月15日 他们再次表示可能效仿法国的做法 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密切关注局势 随时可能采取行动 苹果公司的一位发言人15日表示 将为法国用户发布软件更新 以使其符合法国监管机构执行的标准 并期待这款手机可以继续在法国销售 这位发言人还表示 自2020年推出以来 iPhone 12已通过认证 达到或超过了全球所有相关法规和标准 ANFR可是花了三年才测出这个超标 那意味着我们在使用的其他苹果手机 也有可能是超标的 按照法国这个机构的效率 三年后我们应该可以知道答案 在此之前 一度传出我国将禁用苹果产品 对此 外交部否认禁苹果手机 但称产品可能存在安全问题 分析家认为 中国政府是故意释放含混不清的讯号 时机经过巧妙计算 其目的是向美国拜登政府和企业界发出警告 即我们手里还有牌可打 与往年相比 未能在中国消费者中引起轰动 有关新iPhone发布的话题也没有登上微博热搜 网友发现平台上很多人预购的是每人200部 网友称 我预约就是为了让库克高兴高兴 反正不用定金 大家一起动起来 每人预约200台 让美国苹果大量生产 然后我们就不买 让他们大量囤货 然后砸手里 而提前开售的华为Mate60系列 似乎热度还要更高一些 有消息称 华为Mate60系列旗舰手机 在8月29日开启预定后 市场抢购热情非常高 华为Mate60 Pro和Mate60 Pro家的出货量 已上调至2000万台 目前该机线上线下都出现了断货和缺货的情况 多家华为线下门店工作人员称 现在预定最早10月能到货 甚至可能等两个月后才能收到手机 比苹果时间还长 折叠屏华为Mate X5同样非常抢手 多轮开售都是火速售庆 一秒卖光 有网友晒图称 当地线下黄牛直接加价5000元回收现货 抢购难度和加价幅度都已经远远超过了茅台 华为除了在大量生产Mate60系列X5外 还准备发布新的保时捷版本 Mate60 RIS保时捷设计 基于Mate60 Pro打造 屏幕、快充、系统应该会与Pro版本保持一致 UI主题、影像、包装会略有不同 定价可能在1万元左右 华为Mate60的发布 麒麟芯片的王者归来 深度刺激到了美国高层 让他们恼羞成怒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麦克尔·麦考尔 率领包括多名委员会主席在内的 10名共和党众议员 联名致信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负责人 副部长艾伦·埃斯特维斯 宣布 华为Mate60系列采用 去美化的麒麟芯片违反法律 要求对华为和中芯国际等中国公司 实施更严厉的全面制裁 并且将起诉华为中芯高管 发布逮捕令 逮捕梁梦松 何廷波等中芯华为高管 美国还将设立一个机构 重点针对无视美国技术管制的中国公司 而中芯国际和华为将是首要目标 美国将实施全面封锁制裁 让中国企业看看和美国作对的下场 美国已经彻底不要脸 无耻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但无论美国做出任何行动 中国一定会保护在华的芯片企业专家和高管 他们是中国芯片产业链的希望 实际上 中国也已经在行动 研发出3纳米时刻机的中微 原核心技术人员杜志尔 麦士义 李天孝 将不再参与公司核心技术的研发 不再被视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 而杜志尔 麦士义 李天孝 均为美国国籍 经过了五年的时间 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芯片战争 可以说进入了决战阶段 美国已经不是想要彻底重创 而是想要彻底击垮中国的芯片产业 就在刚刚 葡萄牙突然下黑手 以莫须有的罪名 完全封杀所有华为5G产品 欧盟明确表态 禁令是葡萄牙自己的决定 欧盟仅是提供了工具箱评估指导 根本没有可靠的证据 葡萄牙安全评估委员会 安评委的一句话 倒是说得很直白 因为相关企业来自 不是欧盟 不是北约 不是金河组织成员的风险 葡萄牙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如果这样指路为马 不排除还会有其他国家跟进 向美国线上投名状 华为也一指诉状 将葡萄牙方面告上了法庭 在回答路透社的询问时 华为这样回答 华为葡萄牙作为在葡萄牙正式成立的公司 寻求依法保护其合法利益和合法权利 华为方面表示 希望葡萄牙法院能够纠正对其权利的多重侵犯 以及该决议对公司及其合作伙伴的重大不利影响 在9月15日举行的2023世界计算大会上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轮值董事长徐志军在演讲中表示 尽管我们生产的芯片服务器PCG 相比国外的生产有差距 在徐志军看来 如果华为不去用 这个差距永远是差距 落后永远是落后 但是如果大规模去使用它 就可能拉动和推动我们整个技术的进步 产品的进步 然后慢慢追上去 徐志军指出 目前中国的通用计算产业 正在以三个生态形式向前推进 一个是X86生态 一个是彭腾生态 还有一个是RISCV开源生态 三个生态在未来很长时间 将会并行发展 最终看谁能够支撑我们面向未来 此外 徐志军还表示 计算芯片要构筑在实际可获得的 芯片制造工艺基础上 坚定不移打造自主的计算产业生态 实现可持续发展 算力基础设施 要构筑在可持续获得的计算芯片 和生态基础上 中国只有彻底击败美国 获得在芯片市场的主动权 在高新技术 国防军事上的发展 才不会被美国受限 2014年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成立 共募资3387亿 大力投资中芯 中微 上微 华为海思等芯片企业 中国也立下了宏伟目标 明确提出 产芯片 自给率要在2025年达到70% 目前来看 中国这个目标将会提前实现 中国在高端芯片领域的 去美化速度也会加快 构建高端芯片全国产业链 指日可待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